16岁,你看着书桌上的退学申请表,毫不犹豫地写下自己的名字,离校那天,你和几个哥们喝了一杯,说要永远做好兄弟,永不分离,你父母让你跟着他们去服装厂工作,你的眼睛里有些对未知的恐惧,但更多的是期待。 18岁,看着你的同学在朋友圈晒成绩,你默默地想,如果你也参加高考,你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,当你幻想的时候,你突然感到一阵剧痛,原来你刚才太专注于自己的想法了,手指被缝纫机的针扎了一下。 20岁的时候,你觉得和父母生活在一起,每天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,自己完全没有自由,于是你叫他们离开工厂,以为他们又要挨骂了。 没想到,他们突然开校,同意了你的想法。 21岁,你在招聘平台上看了很久的学历一栏,最后填了一个高中笔印,你的简历大部分都丢了,最后找你上班的是房产中介和保险公司。 为了在这个寒冷的城市生存,你开始做兼职,每天都累得要死,除去房租和饭钱,收入所剩无几。 22岁了,父母看不下去了,让你赶紧找个正式工作。 正好去年一起做兼职的朋友叫你去电子厂,你抱着试试的态度成了流水线的一员,每天做着简单而乏味的工作,收入只比去年多一点。 今年你前女友毕业了,你想约她玩,随便点开微信,发现上一次聊天是两年前。 23岁,你在一家电子厂遇到了一个女生,她以前的生活就像一潭似水,在她闯入你的世界后,水池复活了,白天上班,晚上出去吃炒粉,感觉很幸福。 昏黄的路灯下,她抱着你说不离不及,你回答她生死相遇。 24岁回老家,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没人来你家,在父母的压力下,你不情愿去和其他女生相亲,而你想着远处的她在做什么。 当家人让你和女朋友分手的时候,你命死不拘,却觉得更爱她。 25岁,你失恋了,因为她也被父母安排去相亲,娶了一个老家的男人,刚开始你心不在焉,工作中经常出错。 最后,你不得不辞职,你向电视上的人学习,把自己这几年微博的积蓄拿出来,去大理。 朋友圈的同学也开始善理行长,不同的是,他们工作好,收入高,去了不用掏空钱包。